大家好,我是爱玉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玉眼神5.2新角色历绘来了 第一位一同帅哥 长腿太吸引人 这下不得不抽了 玉眼神紧急修改 5.2新历绘绘细节放出 除了洛伦外 还有新陈南疆登场 玉眼神1000元石 5.1四星陪跑被吐槽 人气角色烂陪跑 新本元石统计 最高可费102抽 5.1版本即将在10月9日开启 目前官方已放出相关的娱乐活动 那么都有哪些新增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随着5.1版本即将开启 官方已放出西诺宁的角色预告 不得不说 那塔的设计真的太超前了 这让蒙德角色很眼馋 在西诺宁的角色展示中 说唱的加入非常亮眼 还以为穿越到隔壁掘区林了 角色的洞部也很湿滑 特别是转身有要秀身材的小细节 非常到位 不过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西诺宁的猫猫pose 真的太可爱了 随着于下载开启 有官5.1版本的卡池安排也随之放出 上半的四星陪跑角色有 多利 坎蒂斯 柯莱 个人的抽取欲望不是很高 好在大部分的旅行者 都是从着西诺宁来的 四星卡池对影响不大 武器卡池分别是两位线武角色的中武 四星武器陪跑魏民坚骨 正三之丁 祭礼大剑 七封秘点 工藏 前面两把武器为5.1版本新增的武器 纳塔人专属 顺带捞一捞开图键即可 5.1版本开启后 玩家可以直接通过邮件领取600维护补偿原始 如果已完成之前的探索 还可以有外获得400原始的奖励 除此之外 可以通过新的魔神任务 新诺宁传说任务获取更多原始奖励 再加上活动奖励 总的来说还是很多的 最后 一起来看一下5.1上半可或原始汇总 其中非课金玩家可获得38抽 月卡档玩家可获得50抽 全家桶玩家可获得54抽 如果有特殊活动的话 总原始数还会有所增加 在这里提前祝愿各位旅行者保底不歪 都能抽到希诺宁 期待这么久的5.2版本新角色力会终于放出来了 终于可确定新角色维恰斯卡和欧洛伦 虽然在剧情中已见过这两位角色 但力会更扬言 本期内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力会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吧 首先来说人气角色恰斯卡的力会 他的力会设计非常独特 像比较其他人单脚落地 奔跑或者是静置的动作 恰斯卡则是直接坐在半空中 个人推测 这个动作很有可能和他的大世界移动技能有关系 毕竟那塔角色的跑图技能都很有创意 怕不是恰斯卡可以飘在半空中对战吧 在恰斯卡力会发布后 欧洛伦的消息也随之放出 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直接刷出了两个相同的力会图 当时忘记截图了 等到再次刷新后 页面就变了 不知是自己网页内存的问题 还是官方这边放错图了 总体来说 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并不是很在意 有关欧洛伦的力会细节 首先就是拥有和坎蒂斯一样的一桶色 看起来应该是粉加兰 预计其中隐藏了一些故事 另外 欧洛伦的神之眼位置在背后 不过有力会面朝大家 所以看不到 服装设计也和命座适配 看起来更像是行径在夜色中的蝙蝠 总之力会要比剑魔帅很多 不过基本可确定是四新角色了 另外 在欧洛伦的力会中 还出现新角色的名字 伊法 其实在那塔的剧情中 这位可以给容泪看病的医生 已经出现在文本中了 通过猜测 预计会是一位成男 不过目前暂时还没有他的剑魔信息 预计要等到5.3版本才会正式亮相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相关消息均为推测 实际效果还要以官方为主 近期将会有恰斯卡和欧洛伦的实际演示了5.2版本新角色力会来了 恰斯卡这大白腿也太有吸引力了 本就比较喜欢他 这下更吸引人了 另外 欧洛伦的力会也来了 真的是雷系角色 同样也很吸引人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